本课程要跟各位探讨的是电子构装基础概念。 内容基本上分成五个部分。 第一部分介绍电子构装技术。 第二部分简单的介绍IC封装制程。 第三部分是IC载版的简介。 第四部分讲的是先进封装的技术。 第五部分会谈到未来电子构装发展会遇到的瓶颈。 首先介绍的是电子构装的定义。 基本上电子构装的定义可以用一个英文字interconnection来表示。 电子构装的目的就是把不同的元件,如IC或是被动元件,运用电路的设计, 然后加以组装,变成被使用的元件。 所以整个焦点都会放在interconnection上面。 举凡我们在日常电子商品上,如电脑、通讯用的产品、名声用品,都需要电子构装的技术。 所以电子构装涵盖的领域是非常广的。 它需要的技术包括电子方面的人才、机械方面的知识、物理、化学、甚至材料的基本知识、光学、可靠性工程、人因工程等多领域的工程技术。 所以IC封装产业里,必须具备各式各样的人才。 我们来看一下电子构装的层级分类。 晶元被制造出来之后,它必须被保护起来。 那这个保护封装的动作,我们把它定义成第一阶层构装。 IC被封好之后,我们必须把它焊接在印刷电路板上或主机板上,才能跟其他元件有讯号互通的功能。 而这样的动作,我们称为第二阶层构装。 那很多不同功能的板子会再一次被组装起来,变成次系统。 这个部分,我们称为第三阶层构装。 再把不同的次系统组装起来,组合成最后终端的产品,我们称为第四阶层构装。 基本上,一个阶层的构装,就是一种产业。 举例来说,先看第一阶层的构装。 像国内的日月光、细品、华泰和超风等等这些IC封装厂,都是第一层构装的产业。 但是还有周边的产业,在IC封装需要不同的材料,像导线架、金线等等的材料, 还有打线机、年金机等等的设备,都构成第一阶层构装。 而第三至第四阶层构装,像组装厂,它会去买不同的元件,然后从焊接到组装到终端产品。 所以大致上,第二、第三、第四阶层是连在一起的。